投身在欲界的众生都有深重的情职 这就是杨洁居是说 爱不重不生舒服 就是你贪爱情之重的众生才投在舒服世界 你不严重就不会投在这个世界了 怎么办 当你知道自己情之很深重的时候 这已经是你进步的起点 你开始有清醒的认识 就好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 他意识到自己我已经喝得很醉了 还说明他不怎么醉 就把他醉得很醉的时候 还说我没醉我没醉 那就醉到底了 你要看透这些情的本质 这个无论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 还是夫妻之间的情感 还是你跟子女之间的情感 它都是业缘关系 业缘关系一般都是讲四种 要么是讨债来的 要么是还债来的 要么是报恩来的 要么是抱怨来的 不出这四种 比如你对你的子女非常情直的时候 爱得不得了的时候 殊不知他可能就是来抱怨了 就是来报仇的 让你要痛苦之极 这个报仇的人就让你爱得不得了 然后在某个时间 他死了 死了就让你痛苦 夫妻之间也是这个样子的 缘分好的夫妻 他可能白头偕老和谐 冤家对头碰面怎么办呢 这个谈恋爱的时候 爱得不得了 一结婚完蛋了 各自暴露本来面目 像离婚还离不了 甚至有种种家暴 所以这些情 你不要把它看得很重 只要是情都是虚妄的 都是不真实的 都是一个业缘的显现 最终也是梦幻抛影 没有一法的真实性 当你把它的这个本质看透 它的本质就是空 无所有 无所得 无所依 毕竟空 无所有 就是像做梦一样的 在梦中有种种情节 有你的父母 有你的子女 有你的夫妻 在这过得轰轰烈烈 但是睁开眼睛 醒过来什么都没有 于是你把这个梦境 看我们这个世间 也有父母 也有子女 也有夫妻 也轰轰烈烈 也爱真分明 你当下就要看空 就是在做梦 大梦一场 于是你知道 他的梦子的本质的话 你这个情就不至于 你就不至于那么投入 当你不是很投入的时候 给他保持到一定的距离的时候 你在观你现在 这么一个虚幻的一个我 但你一个真我 还在看你现实的我 你在过得很认真的时候 实际上都是在做梦 这样你拉开一个距离 智慧观照 至少这个现实当中的一切的 这种恩恩怨怨 顺利成败 就不至于有太强的情绪反应 你就会比较的淡薄一点 在这种淡薄空性当中 在做好自己的家庭角色 社会角色 这就是敦伦敬奋的问题 就可以了 所以你这个对待情侄 你每天把金刚经的那个记忆子念一念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抛影 如路易如电 因作如事惯 你这种智慧的观照 有很强的穿套力 基本上你就不至于被情所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